大家好,我是柳真 为什么外国投资人喜欢在美国投资呢? 今天分享一位外国客人的两个关键购房经验 第一,我们团队在房屋未上市之前就找到了异项的买家 并确保在异项市就能成功过户 第二,我们如何能够快速的在无需客人花费额外精力的情况下 以高价出售了一套南加州偶玩的房子 境外投资不动产无非是投资或者半自助 今天分享我们团队最近成功带领的一套南加州偶玩的房子的故事 几年前,这位客人购买了这套房子 目标是为了孩子上大学居住 但孩子大学毕业后离开偶玩 客户需要装手把这套房子卖掉 然而,这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 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以及税务问题需要我们慎重考虑 南加州房地产涨幅很大 众所周知,美国的税大家都知道是全球数一数二的 所以房产增值税需要考虑在内 我们推荐的会计是让客人了解这套房子的税务情况 所以对外国人这套房子需要预计百分之八点三三的预扣税 举例说明一下 房子出售总价一百万 那么预扣金额是十八万多 这个预扣部分以卖家购房时的金额无关 预扣税不等于实际交税费用 所以客人需要了解这方面才能够知道他们的个人交税情况 外国人不用预计的也有例外 下期我们可以详细做一期相关的视频 接下来的是我们张罗维修保洁上市了 对于海外职业客人完全可以远程买卖交易 所以这样式的服务很必要 每次带了一套房子 我们把整个房子从里外全部的整数好 包括全屋油漆工作 院子维修 地产整理等等 都是我们团队的安排和管理 接下来是软装设计 在这期间我们把房子预先上市公告 同时我们请装营业的摄影师拍摄录制 并开始媒体大量的宣传 建议这么多年旅证团队的打拼 我们已经欣赏了一种非常强大的客人群体和经纪人朋友系统 以有新房源出来 我们便会发给我们的认识的top source 经纪人朋友和潜在的客人朋友 正好这次遇上了潜在的买家 按照客人要求的高价格 在上市的时候我们便正式的锁定过户了 而且同时我们还成功的找到了备选买家作为backup 短平快 我们就这样很快的把房子在很短时间交给了新买家 感谢团队和买卖家的努力配合 让大家都能在过年前实现了 Ascore的整个交易 我是柳珍 您购买的不是一栋房产 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请记住我们一群有温度的地产经济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